别挣扎 否则我们会被勒死 这是什么地方 小声点 这应该是舍败消化食物的地方 那些都是它分泌的书酸 小声点 我的酒没了 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可以用头撞你的太阳穴 什么意思 我受过这种杀人训练 会让你死得痛快点 要不 会被慢慢消化掉的 我谢谢你 相信我 再过几个小时 当你的腿部被扶持出一个口子的时候 就会求我杀了你 到时候 我就没力气了 你不也一样吗 我被融化了 融化了 你先在这儿 在这儿 不忍应 你不忍应 我怕你 就会有个小时 我不忍应 可能 我怕你 不是 我怕你 你不忍应 你不忍应 我怕你 快去上 还活着 你果然没死 老狐狸就是老狐狸 你明明知道我找你没好事 你带我女儿来干吗 不是我带她来的 她旧父亲切 你不用解释 老头你没死 没死你装失踪不跟我联系 小点声 闺女 这怪物很灵敏 咱们说话小点声呀 闺女 爸知道对不起你 可你不应该跟着他来这儿啊 咱未必能出去啊 别说那些没用的 没意思啊 反正现在我找到你了 你跟我去见黄歇 我就能拿到钱 你要多少钱 爸给你 你给不了那么多的 我也不想要你的钱 黄歇是不会给你钱的 你要想拿到钱的话 唯一的办法 就是拿到那些佛塔 黄歇根本就不是 不是来救你老爷子的 就是拿那佛塔了 那我就下去拿佛塔 那佛塔不能拿 嘘 你不说黄歇到这儿了 来了 就在夫妻 我们到了 我们被吸引到巢穴里了 我们要下去 快 走 不对呀 他应该时间不久了 他不是癌症晚期吗 他根本就不是癌症 是一种奇怪的并发症 反正就是绝症 活不了多久了 你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 黄歇这个王八蛋 来之前他根本就没告诉我们 这儿有怪物 结果我们刚刚一到这儿 就开始下暴雨 这些东西全都出来了 我们的人一个一个的 都消失了 最后我们拼了命 才和几个兄弟到了这儿 原来这些佛塔在这里 可以克制舌白 产生生殖细胞 这也是他遏制癌细胞 和其他有害细胞的方式 这棵可怕的植物 都已经成熟了 一旦佛塔拿走 这些包子囊 就会快速长大 并且把包子发射出去 到时候森林里 可能会有上千棵这样的植物 所以我拒绝把佛塔拿走 黄歇就威胁我 我侥幸逃脱啊 你看 你看 下面根部发亮的那些 那就是包子囊群 我检查过 基本都已经快成熟了 一旦包子囊成熟喷发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到时候方圆几百公里 全是舍败 无法想象 你看 有好多个佛塔 要想办法 我们得过去 好 必须拿到佛塔 就当发挥你最后的价值了 拿不到佛塔 我就死定了 我不能死 我不会死的 我不会死的 这次损失特别大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拿到钱 在赌桌上 所有输的金光的赌户 都说这句话 顾怀胜 把枪给我 你们最好别自找麻烦 不然我连你们一样不放过 在你们死的时候 我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别离开 快 快去 轻转